走进传统市场 鸡鸭鱼肉琳琅满目 民众大包小包 通通买鞋帮冰箱补货 但买菜桩塑胶袋将来不能再 随心所欲一包又一包 七月开始 全国三十一处传统市场响应减速 现在开始来到传统市场 要记得自备购物袋 老板谢谢 今天会比较麻烦吧 那种淡淡水水会低 会低的话 对啊 那菜的话就还好 跟金类的你可以不用袋子 我们这些自备环保袋 生鸡都会滴滴答答的啊 它杀好你不会滴答答的 你结果你做捷运会把捷运 那个公车会不会弄脏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不止民众认为 没了塑胶袋装生鸡食材要怎么办 就连摊伤都伤脑筋 有放进袋里面的才有算结账 要准备很多零钱 全世界都在实施的事情 不是只有我们 特别是买鱼买肉或汤汤水水 如果不装袋真的很为难 只是传统市场塑胶袋使用量常年居贯 环境部洗手全国市场推动减速行动 逛市场减速有三招 买菜自备环保袋 蔬果尽量并余袋 不要每摊都要袋 鼓励减少传统市场塑胶用量 我们先从这个市场这边来开始 因为它的一个消费形态 还有减缩的替代方式是不同的 那夜市部分呢 也会用鼓励的方式 我们也正在这个掐盘中 预估传统市场减速可减少两成的购物塑胶带用量 希望减速习惯能真正落实在生活每一天 明示新闻高杰人陈盛汉台北报道